大熊猫九九擦边熊失锤了 作为红山动物园著名的擦边主播 九九的舞蹈天赋可是极高 这不最近刚学了个蹭屁股 就迫不及待跟游客展示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能让粉丝票白买 动物园对此表示我们拒绝动物表演 但九九却发话这还不是捎带手的事 果然论跳擦边舞梅熊比九九更专业 每天上班时间 九九都在疯狂营业卖力整活 在线演艺从富家女到乞丐是中什么体验 每次饲养员给九九发了一根超大猪笋 他都直接从中间咬开 看都不看一眼就把笋头扔掉 然后开始一点点包皮 不愧是富家女扔的都比吃得多 最后只留下最嫩的笋尖嚣张开吃 这迪拜是吃法像极了刚发工资的打工人 对于鲜嫩的笋尖九九局不会浪费一点 等到笋尖炫完后 九九拿起刚才丢掉那块 犹犹豫豫心想将就一下也能吃 吃完所有的笋笋后 九九又捡起刚才土掉的笋皮放进嘴里 这一套操作简直就是月光族的自己 然后就这他还没吃饱 只见九九捡起地上的枯草 正对着游客开始正大光明的假示 恐怕此时他的心里巴布的游客赶紧造谣 奶妈看到这一幕赶紧把九九叫过来 一根接一根给他发放鲜嫩的笋笋 吃饱的九九在院里开启斗鸟模式 消化下方便一会能吃的更多 虽然九九是真的爱吃 但他对吃的要求也是真的高 如果奶妈准备的家餐只有大主子时 九九直接气到打滚发泄不满 然后一个出气不易滚到奶妈面前 看到对方没有丝毫表示后 九九又滚了回去爬上树眼巴巴望着奶妈 此外九九还是个整顿职场熊 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加班二字 这天只因奶妈晚开门了几分钟 九九开始发脾气在生活园区一顿捣乱 只见他对着院里的各种装配又咬又转 从轮胎玩具到大型吊床无疑幸免于难 最后直接被气到在门口撒泼打滚起来 满脸都是写着罢工两个大字 有时九九还故意跑到游客多的地方 像姨姨们抱怨奶妈今天开门开晚了 明显能看到她被气得肚子一股一股 任凭奶妈在门口怎么喊都不回去 最后九九干脆直接逃避 果然富家女都是有点小脾气